怪兽日记3 小怪兽马文加过动女孩丽莎 起退情绪暴走 怪兽日记是一系列透过日记形式 介绍运用美国科协会 医学博士发明的ST4 停止响一响密招 怪兽四色压力剂 和怪兽伸缩镜头等 陪伴孩子学会监控自己的感觉 以及面对压力的应对策略 小怪兽马文与新同学丽莎 为了参加科学恐慌展而分配到同一组 马文迫不及待地 想把装饰好的火箭展示给丽莎看 但在带到学校的途中 马文搞砸了 而丽莎的情绪云校飞车 已经有一点失控了 马文可以帮助她 并在丽莎爆发前赢得科学恐慌展吗 什么是ST4 S代表Stop 停止 四个T代表Take time to think 想一想 停下来去思考我应该做什么 并想像自己正在做什么事情 而非我实际正在做什么事 可以帮助你思考 四色压力剂 就是被用来结合我感觉和我可以的工具 它可以帮助儿童对他们的感觉强度分级 或以颜色作为识别 并决定使用哪些因应工具来解决这些感受 更多陪伴ADHD过动而开心成长的诀窍 就在怪兽日记3 小怪兽马文加过动女孩丽莎 击退情绪暴走 还有怪兽日记2 摇滚小怪兽马文诞生过动症 和怪兽日记1 棕毛师女孩海丽克服上台焦虑 请不吝点赞订阅